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如今 中国再次投资4万亿 修建藏水入江超级工程 此项工程堪比中国第二条黄河 建成之后将会养活上亿人口 中国的藏水入江工程十分庞大 此项工程计划是在西藏雅鲁藏部江处取水 沿途人工挖掘2500公里的输水隧洞 然后水源以自流的方式进入到大西北地区 那时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将形成约20万平方公里的绿洲 当地生态环境得以恢复 数据显示出 藏水入江工程预计每年总掉水量将会达到600亿立方米 要知道我国黄河平均水流量也就500亿立方米 这个掉水量相当于给西北地区人工打造了第二条黄河 建成之后将会彻底改变我国西北地区的缺水问题 一直以来新疆陕西北部等区域都一直受到水资源匮乏的限制 以至于有大面积的土地因为缺水问题而无法利用 进而导致土地荒漠化的面积越发严重 极大的影响了西北地区的发展 而藏水入江工程的实施能够进一步提高新疆 以及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力 改变西北地区的生态格局 像荒漠化治理、工农业发展和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都会得到很大程度改进和提升 更重要的是 藏水入江工程沿途会经过多个省份 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宁夏 都属于西北地区 也都是缺水大省 这五大省份的面积总和 能够占到我国总陆地面积的32% 但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 却只有我国总人口的10%左右 藏水入江工程的实施 也能够向这五大省份提供充足的水资源 这样也能够进一步改善周边上亿民众的 用水问题 其实 藏水入江工程属于南水北调中的重要一环 现如今 南水北调工程的实施 每年能够向中国北部地区输送200亿立方米的水资源 彻底解决了天津、河北等数十座省份的用水问题 南水北调工程也为北方城市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贡献作用 但实际上 中国南水北调的工程分为中线、西线和东线三大部分 藏水入江就属于西线工程 此项工程是三线里面工程量最大、难度最大的 首先就是成本问题 这个工程非常好打 据估算 工程总造价为南水北调的十倍 达到4万亿元 其次是地质灾害造成的危害大 万一稍有不慎 就会破坏到当地的环境 藏水入江工程意义非常重大 一旦修建成功 不仅能够改善西北地区的用水问题 还可以带动农业和旅游的发展 所以从长远来看 藏水入江的修建 必定会是一项工在当代、立在千秋的超级工程 此项工程也必定会在中国基建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